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司法院秘書長 法副基金會董事長 台中地方法院院長 委員好 尚未早時間的關係就不一一問候了 從2016年開始 新任的司法院政府院長跟全民做了承諾 他們要推動勞動事件法 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司法院相當的辛苦 我們在上個禮拜 終於把勞動事件法刪讀通過 那對於司法院的政府院長履行 他們在大法官同意權行使的承諾 我在這邊要公開的表示肯定 那呂秘書長在法案通過了以後 從社會上面的輿論 勞工朋友的反應 您應該可以了解到說 大家對這一部的法案期待有多高 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那這一部勞動事件法什麼時候能夠上路 我們希望一年的準備 一年的準備 你意思是說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勞動事件法就可以正式上路嗎 就公佈以後總統公佈以後一年 好我希望司法院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腳步要加快 當初我們沒有押施行日期 是要給司法院保留準備的彈性 相關的資源 需要的人力 需要的預算 司法院都應該要盡速的把它整備好 不要 法案三讀通過了 大家望穿秋水 不知道 這個 對於勞工友善的訴訟制度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施行 我知道你們的目標是一年 但是秘書長我在這邊要特別的為全國勞工拜託司法院 腳步要能夠加快一點 那當然 第二個 我今天看了你們編的預算 我看了其實蠻驚訝的 司法院重視國民參與審判 這個我沒意見 過去在推動國民參與審判的時候 犯了很多錯誤 那你們現在針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推動 編了5194萬 宣傳費 就1100萬 你要讓更多的國民了解 要去做宣導 這個我都支持 但問題是 麻煩司法院看一下 你們建構及宣導勞動訴訟程序相關的業務費用 只編了58萬 58萬 宣傳費用1萬塊 請問你這1萬塊的宣傳費用要拿來幹嘛 拿來印傳單嗎 你拿來印傳單 1萬塊會發揮什麼樣宣傳的效果 在這部法律通過的時候 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司法院 你們在有關於勞動訴訟程序這件事情的宣導要做好 結果我看了你們編的預算 律所長你覺得這樣子的預算編列適合嗎 這個58萬用完我們還有一般的經費可以來預注 對嘛 但是你不能跟我這樣講啊 如果按照你這樣講的說法成立的話 國民參與審判5194萬我全部刪掉 你反正後面還有其他的經費可以預注啊 今天當我在質疑你說你為什麼勞動訴訟程序 只花了58萬 跟國民參與審判差這麼多的時候 你不能跟我說你要用其他的經費來加以預注啊 現在很頭痛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送來的預算 我們只能刪減 不能幫你們增加 你勞動訴訟程序編58萬 給全國勞工看到是請問你是要辦什麼宣導 因為你說你要準備一年嘛 在這一年的時間當中 怎麼樣讓絕大多數的勞工都知道 他們有一個迅速經濟便利的程序可以加以使用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耶 但是你們只編了58萬 現在這個狀況秘書長你要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在公安處裡面也有一個綜合的業務宣導費啊 綜合業務宣導費編多少 兩千萬 兩千五百萬 我跟你說齁 你們到時候省預算了之後看要怎麼處理 但是你們對於勞工訴訟程序 整個宣導只編58萬這件事情我看的是很心痛 讓你們過去的努力 讓你們過去的努力 大家本來要給你們鼓掌給你們喝采的 但是看到接下來要怎麼樣推廣這件事情 大家會很擔心啊 我再說一次 國民參與審判很重要 你要去宣導我也沒意見 但是對於勞動訴訟程序這件事情 對於全體的勞工 我國將近千萬的勞工非常的重要 秘書長可不可以承諾我 這件事情司法院一定會全力的跟全國勞工宣導 沒問題 可以嗎 可以可以 你們到時候齁 明年的這個時候 在審決算的時候 我會清楚的去看喔 看你們在整個預算執行的時候 到底針對勞工的部分 花了多少的宣導費用 跟國民參與審判比起來 兩者之間的比較是什麼 下一個 剛剛你報告齁說 法官法的部分司法院已經弄完了 你們什麼時候送給行政院的 應該是今年六月的時候送 今年六月送的 現在是誰在拖 現在是在行政院手上還是在考試院手上 因為我跟秘書長講喔 這部法律 是從我們一開始 新的政府在推動施改的時候 全民就高度期待的 結果搞了兩年多 本院針對監督淘汰 不適任的法官檢察官的法官法 竟然一次都沒有牌 沒有要審 大家都在質疑立法院在做什麼 但是結果呢 我們是在等官方的版本送來 司法院做完了你們的工作 那政治責任要歸屬清楚 現在是行政院在拖還是考試院在拖 我不敢說拖啦 因為 我有特別拜託那個 秘書長 我跟您交換一個觀念喔 你從你的立場 說不是拖 人民聽不下去啊 新的政府新的國會 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耶 法案連審都還沒有開始審 結果你敢站在這邊 跟全民講說沒有拖的問題嗎 應該不是拖啦 那個他們也都很積極在進行 什麼時候要送來 這個我要問行政院才知道 那個 行政院出來以後還要經過 我直接跟秘書長講啦 對於我國非常多重大的施改法案 都擱置在行政院我非常的不滿 包括崔少哲保護法 法務部也說送出去啊 也全部擱置在行政院啊 到底在拖什麼 今天你們應該要有那個 道德勇氣站出來 所以拜託行政院 趕快把法案送來 不是在這邊關關相互 來請法副董事長 范老師您是我學姐 非常敬重的前輩 但是因為職權的關係 我還是要必須對您提非常直接的問題 法律輔助法可以說是 您在擔任司法院秘書長的時候 一手催生出來的制度 造福了非常多的人 弱勢的人 他們可以接近法院 他們可以接近正義 但是我要請教 我非常嚴肅的要請教 現在法服的董事長 范董事長 您認為 一個立法委員 去申請法服的資源 這樣適合嗎 這個是法服制度 一開始設置的本質嗎 這樣子是不是有浪費納稅人 不必要的支出 來請范董事長 從這個各界的反應來看 是很多人是對這個現象 是有意見的 我現在不是在問其他人的意見 其他人的意見 我在外面看輿論就知道了 但是我現在拜託范老師的是 請您以法服董事長 當初這個制度的催生者的高度 告訴大家 法服的制度可以這樣濫用嗎 我是希望能夠避免 你是希望能夠避免 好 那下一個問題 要如何避免這件事情 我可能要拜託法服 要多用一點心思去處理 我可以了解 這個案子發生 是因為你們受原民會的委託 所以那個錢是在原民會那邊 他們想辦法去弄來 給法服做的 但是你看喔 這個契約金額 跟你們變更以後的契約金額 可以說是年年增加嗎 在這個過程當中 法服在接受原民會的委託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難道都沒有覺得不妥 從來沒有跟原民會講過說 你們這樣沒有資歷限制的 勞工有資歷限制 身心障礙者有資歷限制 結果只有原民會的法服專案 沒有資歷限制 法服基金會曾經跟原民會講過 這樣不妥嗎 有 那事實上呢 在這個Colus 所以范老師 你的意思是說 法服基金會已經跟原民會講了 原民會自知不理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麼我們這個 在Colus這個事情發生以前 我們就發現有這種現象 因此呢 也跟在業務上的這個會議上面呢 我們也提出了具體的 希望改進的一個意見給原民會 當然這個是要由原民會來決定 結果法服基金會提了這個建議以後 原民會一點反應都沒有 到現在還沒做出決定來 我希望齁 法服繼續的 好的 去告訴原民會 這樣子亂搞 讓少數的人這樣亂搞 是讓法服去背負了不必要的汙民 一個好好的制度 本來可以好好的推展 真的給弱勢有需要的人用 不應該這樣被濫用 法服基金會必須要有立場 必須要有高度 必須要捍衛法服制度 本來應該要有的制度功能 接下來 請教一下台中地院的院長 我去年本來就想請教您了 一直沒有機會喔 我去關心 台中地院的法警 他們職務情形的狀況 我簡單的提了一個質疑 您的官體 已經有台中市的警察局幫您在巡了 為什麼要多設一個巡邏槍 你可以提出各式各樣的解釋 但是我沒有辦法忍受的事情是說謊 我為什麼說說謊 來請院長看右手邊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的新聞稿 本院現任院長於104年8月24日到任 並無入住院長職務宿舍 請問這一句陳述是真的還是假的 跟委員說明 所謂沒有入住宿舍 是沒有在宿舍裡面實際的 以宿舍為居住的中心 所以呢你到底是有入住還是沒有入住 是有向法院辦理公證借用 但是... 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借用那個宿舍但是你沒有住進去 是沒有在宿舍裡面居家生活 我這樣講齁 要給法院的院長一定的尊重 給他們一些領域我都同意 但是你們借了院長的宿舍以後 有需要就去住 沒有需要不要浪費 但是我絕對沒辦法忍受的是什麼 沒有辦法忍受的是 你們為了要去處理一個問題 殺更大的謊 來掩蓋這個問題 說你沒有入住 那你沒有入住我就搞不清楚啦 我們司法院的官設是怎麼在管理的 司法院手上的官設非常的多喔 沒有居住需要的 全部都可以辦出出去 請我司法院回覆給我的公函 請院長你自己看一下 該院的首長宿舍 院長已於105年6月2號 辦理借用宿舍契約之公正事 以現已入住使用中 我沒有改任何一個字 這個是司法院回覆給我的公函 當初這個新聞稿 是誰決定要發的 這個是跟我們法院的新聞發言人一起討論的 誰跟新聞發言人一起討論 你嗎 是 是的 法院的新聞稿可以這樣公開說謊嗎 可以嗎 所以跟委員說明 所以我們的新聞稿是說沒有入住 我們並沒有指說沒有 張院長我跟您講喔 身為一個法律人 在國會的殿堂 發了新聞稿 裡面有不實的陳述 你要繼續這樣子凹也沒有關係啦 這個是現場實況轉播的 全社會的人都會評價 今天一個台中地院的院長 貴委法院的院長 發了這樣的新聞稿 跟客觀事實不符 今天還繼續在國會裡面硬拗 秘書長 剛巡達的過程你都聽到了嗎 司法院 要不要為這樣子院長的言行背書 你們自己回去慎重考慮啊 用人是在你們的權限上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沒有辦法進行干涉 但是 今天法院 要進行裁判 要實現公平正義 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 發這種內容 明顯不實的新聞稿 被你們回復給我的公文打臉以後 結果今天在國會的回應 還繼續不認錯 該怎麼處理 司法院你們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 謝謝 這個其實是入住兩個字的觀點 定義不同而已 所以怎麼樣 現在司法院的高度 是要幫這個說謊的新聞稿 要背書嗎 我的世界很簡單 黑的白的 有住沒有住 沒有住 你為什麼跟司法院借用 司法院現在宿舍太多是不是 公家資源讓你們這樣花喔 有住就說有住 沒有住就說沒有住 被抓包到說謊 今天秘書長在幫台中地院院長 還在這邊緩夾喔 那個 剛委員報告 因為 所謂的入住 並沒有特別法律的定義 彼此理解不是很一致 這樣我相信 秘書長我再講一次 台中地院的新聞稿怎麼發的 你們回函給我的公文是怎麼寫的 我寫得很清楚 我秀得很清楚 我黃國昌沒有篡改一個字 結果兩份 代表我國司法機關 給社會大眾的說明明顯的矛盾 然後今天司法院的秘書長在國會的殿堂說 我入住有不同的解釋 我的老天啊 不同的理解 你們以後 這樣子怎麼面對所有的訴訟當事人 為了一個錯誤 為了一個人 敗化應該有的標準 你們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 好